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自103年开始推动新北教育城 借由国际教育政策联盟分别打造淡海国际教育园区 以及三峡教育实验园区结合当地国中小学 还有高中职以及大学等在地学校与社区资源 提升在地学生的国际语言能力 而今天上午也在淡水国小举办一年一度的淡海国际教育园区 周游列国的活动 我们今天是以船为主题 周游列国 让我们十二所学校中各个建造各个造型不同的团 比如说五月花号或者意大利的钢多拉等等 让他们了解各的船的历史跟造型 我们也是希望最后是希望他们借着这个文化的了解活动 能够增进他们国际化的一个视野 今年以周游列国为主题 学生用积木发挥创意拼出各种不同国家的船只造型 而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今年的活动最主要就是要让十二所参与淡海国际教育园区的国高中小学 能够透过国际语言的交流 有更多元的学习 因此今天在淡水国校举办周游列国活动 以积木拼装成一艘代表淡水的三板船 上头有各国国旗最后再由副局长进行启动仪式 我们今天是一个周游Stanley周游列国的活动 那小朋友用各国特色的船只 用积木来堆各国特色船只 那希望借这样让小朋友认识各国的文化 那学习各国文化进而提升国际交流的品质 那这是我们推动国际教育的目的 这一项国际教育园区计划将会分结断 透过试办学校与社区参与合作 以跨校联盟专业陪伴与伙伴协作 提升学生语言能力 而台上所演出的英语舞蹈 展现优异的外语能力 都表现出学生正在迈向国际化 而另外教育局也提到淡水从以前 就是一个国际上岗 因此学生用积木做出不同的船只造型 更别具意义 记得是短一淡水采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伏迁